第1681章隐藏幻阵 除了大唐官府 我们天玑城也有一笔账 要和你们青秋湖族好好算一算 这时 眼无师的声音也从阵列前响了起来 不 与你们天玑城又有何干系 朱霄文言 皱眉瞥了天玑城众人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不解之色 前些时日 你们青秋湖族的人伙同天玑城叛逆 袭击了天玑城 造成我们大量弟子长老死伤 甚至包括五大长老之一的蛮薄长老 都被暗害 你说有什么干系 眼无师冷冷说道 说话间 他一脚将已经遍体鳞伤的有黎长老 踹了出来 看到有黎长老的第一眼 苏霄甚至没能认出他来 因为其身上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 不可以探查的话 几乎察觉不到 有黎 站在苏霄身后的黑黎一声急呼 瞬间坐实了他的身份 让想要否认的苏霄顿时噎在了当场 心中只得暗骂一声蠢货 他只知道有苏某主早前就将有黎长老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但却不知道他是去了天玑城 更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你们这些天玑城的家伙 竟敢擅自抓捕我们青秋国的长老 还肆意污蔑 真是无耻之急 还不速速将有黎长老归还 朱霄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赤道 也无失听到这个无耻的说法 想到已经生死的蛮薄长老 心中怒火瞬间被点燃 好好好 好一个无耻之急 既然青秋国无异于我们讲理 那我们也就不用讲理了 今日便踏破青秋城 涂灭你们胡祖 他口中一声爆喝 手腕一转 掌心中浮现出一枚暗红色的金属圆球 做事就要扔出 沈洛见状 连忙一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 将他拦了下来 沈洛 你做什么 眼无失无端被阻 顿时面露怒涩 看向沈洛赤道 眼无失 你着了人家的道了 沈洛口中一声力喝 伴随着运转起步周振神法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神石之力 眼无失只觉眉心一阵锐痛 随即眼中露出一丝茫然之色 他先前脑海里那股莫名的愤怒之火 在这一瞬间冷却了下来 心中却不由生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沈兄 我是怎么了 眼无失疑惑道 那个苏霄 先前的神魂攻击只是幌子 是为了自己的幻术铺的影子 之所以一直与你们说话 不过是为了操纵你们的情绪 激发你们的怒火 沈洛咒梅说道 左右情绪 幻术 眼无失不解道 你以为幻术只是欺骗眼睛 那可就错了 幻术很多时候不光欺骗五感 还会欺骗情绪和记忆 他们狐足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沈洛解释道 眼无失后之后觉 再一看周围 发现联军中大部分已经受了影响 此刻正在叫嚣着开战工程 眼看着就要压制不住了 正在这时 松丰关的那名老道已经忍耐不住 抬手朝着城门方向一挥 只建议丙松文骨见苍郎出鞘 借身荡漾起一阵清光涟漪 在半空中急速长大 孤笑着急射而出 沈落眉头一皱 想要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 那巨大的松文骨见一头撞入了青秋城的城门中 却没有意料中的碰撞声响起 只是有一道虚光闪动之后 那骨见就如泥牛入海一般 消失不见了 松丰关的老道见状一惊 想要召回骨见 结果却发现自己与骨见的联系 已经彻底断绝了 随着其飞见消失 山谷之中忽然吹起一阵清风 自成中而来 往谷外而去 糟了 沈落轻叹一声 众人随即闻到了一阵淡淡的花香 每个人的眼中都开始变得迷蒙起来 打什么打 都没用 都没用 那老道脸上浮现出一阵哀伤之意 竟是两手一摊 直接洗地做了下去 你为什么杀我 你为什么杀我 一名龙羊山弟子面露惊恐 慌张大叫着 挥舞着手中兵器 一阵胡乱砍杀 他身旁不少同门都被砍伤 却一个哥好似浑然不知一般 没有半点反应 紧接着 骚乱越来越多 整个联军各处皆有混乱爆发 除了少数人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外 大部分人此刻皆是陷入了混乱中 小冲突开始逐渐加剧 向着大冲突演化 沈落早已运转起了不周震神法 可此刻想要再去叫醒其他人 已经办不到了 怎么回事 涅彩朱已是真先后期修士 神魂本就不弱 未受影响 不远处 陆化明眼中亮起一圈金色光痕 其沙身上迸发出一股浓郁的沙气 两人的视线竟也很快恢复如初 他们做了什么 陆化明惊讶道 古族应该是在城池附近布置了幻阵 我们都没能察觉到 受到幻阵影响了 沈落眉头微醋 目光四处屈循 想要找出隐藏的法阵 就在这时 众人脚下突然红光大作 一股强大的神念力量 从地下的法阵中释放而出 劳士沈落 也感到一股冲天杀一直冲脑海 双眼瞬间冲起血丝 只是紧接着 布州镇神法就在他的石海中竖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将那股强行进入他石海的强大意念并除了出去 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一瞬间 整个联军都陷入动乱 几乎全人都红了眼 开始相互厮杀起来 陆化明眼中闪过几分挣扎之色 双眼很快就泛起了红光 聂采珠仍在凭借强大神石之力抵抗 双眼中红光亮起又熄灭 显然也是十分艰难 将神天和白霄天的情况相差不多 也都只是有抵抗之力 无法完全将之镇压 眼无师则是直接换出一具形似尸铁兽的眼甲 将自己装了进去 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在忙着阻止天机成弟子厮杀 沈洛正由于该怎么办时 一道人影忽然闪至他的身前 双目中的血光源比其他人更胜 一身杀气尽轰化为实质 令沈洛也不由心神意谨 击杀道有 他暗道一生不好 身后十一柄纯杨飞剑就已经整齐裸裂 摆出了防御之姿 在听到沈洛的呼喊声后 七杀出乎意料的没有攻击 反而开口说道 果然 只有沈道有你一人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第1682章孤身破阵 七杀道有 你也完全无碍 沈洛差异道 只要我心中杀意够重 目标就不会轻易被人扭曲 那个试图左右我的神念 只能让我越发想要灭掉青秋湖族 七杀语气冰冷地说道 原来如此 神落点点头 神道有 你且去找那破解法阵 我的杀意已经压制不住 要去大闹一场了 七杀留下这一句 身形已经冲天而起 驾一瞬 天穷之上滚滚雪云巨龙 层层摩气滔天 一方黑影化作山月 从雪云中落下 朝着青秋国城头砸落而下 苏霄见状 眉头猝起 对着身后黑黎吩咐一声 去把有黎娜飞舞带回来 说吧 他身形一闪而是来到半空 单手一掌朝着那座黑色山峰拍了上去 以单避擎天之势 硬生生将魔影所画的山峰顶了起来 但紧接着 雪云之中 一道人影从天而落 双脚重重踩踏而下 落在了魔影上 一股巨大的压力 透过黑色山峰向下压来 令苏霄身形都不由一坠 神念向上一探 才发现此时的七杀 单就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 个人已经达到了真心后七层次 不过 他一个太以初七修饰自然不惧 掌心之中一层绿色光芒迸发 开始朝着黑色山岳上覆盖了过去 魔影所画的山岳随即在绿色光芒中缓缓收缩 逐渐变小起来 七杀见状 立即挥手收起魔影 手腕一转掌心中浮现出一张形如鬼扶斩一般的青铜弯弓 手拉弓弦 一道鬼气森森的黑色箭矢自行凝聚 破杀 击杀口中一声轻喝 拉动的箭矢上血光缠绕 魔气 鬼气与杀气汇聚 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足消力即感受到自己被一股强大气机锁定 目光也不禁微微一闪 足的一声锐鸣响起 白鬼魔宫近距离爆发 箭矢化作一道黑光泵射 带起的颈风乌烟 有如白鬼低语 所言者皆是追魂夺命 足消美感大意 立即闪身躲避 怎料那箭矢如同长着眼睛一般 竟是变换方向追着他射去 足消只得飞速移动 不断变换方向 来躲避箭矢 然而 不管他怎么闪躲 那箭矢就是紧追不错 几次之后 距离飞弹没有拉开 反而越发靠近起来 不得已 苏霄只得一个遁地 藏身入了地下 轰龙一声报名 白鬼剑矢射入地下 轰然炸裂开来 但紧接着 苏霄的身影就从地下冲出 除了身上一山略有破损之外 全无半点伤势 朝着七沙追了上去 城头上的黑梨长老 身形一闪 从城头月下 身形如电一般 直冲入乱阵之中 他没有主动与任何一人厮杀 只是仓促躲避着别人疯狂的攻击 很快就朝着地上躺着的那具 已经与死尸没有太多区别的人影冲了过来 来到近前 看到其呆滞的眼神和满身的伤痕 黑梨长老心中怒火难压 可他知道现在不是报复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将有梨长老带回去 于是一把拉起后者 往背上一背 就想要脱身离去 然而他才刚一转身 一柄宽似门板一样的巨剑就从天而落 挡在了他的身前 此剑丰润金黄 剑身纯黑 剑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好似均临于前 异逆天下一般 昆吾剑 黑梨长老已惊 你要带他到哪去 一声质问之声响起 一头高达三丈的石铁兽出现在他眼前 单手提起那门板式的巨剑 朝着他横剑一挥 一阵金黄剑光迸发 光是卷起的剑气就将他打退数仗 黑梨长老知道在那是铁兽眼甲之内的 就是押送有梨长老来此的眼无师 心中恼怒不已 眼中闪过犹豫之色 想着先救人回去好 还是先杀了此人好 不过很快 他就有了决断 眼无师作为天机城主侵传 手中又有法宝昆吾巨剑 哪怕只是个后辈 也自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降服的 但只要想办法破坏了他的护身眼甲 就不怕他不受幻术影响 一念及此 黑梨长老手一松 将有梨长老放了下来 其双手一转 掌心中各自浮现出一柄蛇形短剑 上面黑光流淌 反射着晶莹光泽 显然也不是寻常法宝 就在城下各处混战的时候 沈若的身形已经来到了城墙外 他抬手在虚空中压了压 手掌上果然感受到了一层无形阻力 身前赫然是有肉眼看不到的结界阻隔 沈若眉头微醋 抬手握住一柄纯杨飞剑 剑身一挺 朝着身前虚空直刺而去 争得一声锐鸣 剑尖直接顶在了虚空中 无法前进 沈若手臂开始加力 一阵阵令人牙酸的尖锐声响不断传来 剑尖处一点灼热火光亮起 朱雀神火也开始爆发微能 去空中 渐渐有一层五彩斑斓的金币浮现而出 沈若顺着金币蔓延的区域看了片刻 心中暗暗点了点头 他转身向后走开几步 体内法力开始飞快俱勇 握着那炳纯杨飞剑的手高高扬起 像是举剑号令大军的统帅 其余十炳纯杨飞剑 纷纷飞裂而至 一个接一个落入他的手中 不一会儿 十一炳纯杨飞剑 何而为一 破 沈若口中一声低喝 十一炳纯杨飞剑力量凝聚 朝着前方直撕而出 一声声尖锐见鸣接连亮起 明明只有一道剑光从他的手上迸发 城头上的狐足众人 却只觉得身前仿佛有一团团骄扬升起 灼浪滔天 恍惚中 他们仿佛看见一头神异朱雀展翅在前 后有数头巾乌紧随其后 再有玄火神鞠狂奔而来 声势之状令人胆寒 紧接着 轰蒙一声暴鸣响起 沈若身前虚空尽致 好似镜面一般炸裂 无数金光崩散 引得整个城池为之一阵 趋光爆裂开来之后 后方的城墙上浮现出一道道 镌刻的符纹 和一块块内剑的阵盘 显然是露出了法阵本体 沈若剑状 自是不会再给法阵修复的机会 手中长剑一挥 城板上千道剑光泵式而出 落在城墙上 瞬间将之斩得七零八落 第1683章神器现世 隐藏的幻阵一破 四周笼罩着的奇怪气场也随之消失 然而沈若回身去看时 却发现战场上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 各处厮杀仍在继续 众人被影响的心智也并未恢复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 陆化明等修为较高之人的心神已经恢复了 此时纷纷出手制止其纷乱的人群 高空中 苏霄见沈若破了或心乱情阵 也没有太过意外 淡然道 心受蛊惑 已然纷乱 就是破了阵也没用 说吧 他突然神情威宁 似乎是收到了什么人的传音 表情不禁一变 紧接着 他一掌逼退了七杀 朝着身后猛然一挥手 这时 青秋城门忽然打开 城内的青秋湖族修饰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 朝着各派联军冲了过来 还在混战中的各派修饰没能防备 顿时死伤不少 陆化鸣剑无法阻拦混乱的联军 身形立即一跃 直接落入来湖族大军中 手中长剑迸发出如红剑光 如砍瓜切菜一般 杀伤大量湖族 试图阻止他们 白霄天也盲飞身上去帮忙 聂采朱剑壮 当即就要施展殿沧海神通 将所有人冻结在原地 却被沈若拦了下来 这时 就见沈若手腕一转 怀中随即出现了一个样式奇特的古朴战古 久离战古 聂采朱仪看到此物 立马明白了沈若的意图 不禁会心一笑 沈若深吸一口气后 运转体内法力 开始在怀中战古上敲击了起来 砰 砰砰 一阵略败节奏的战古声响起 混合着沈若的法力和神念 朝着四周激荡开来 还在混战中的各派修士身子忽然一将 一个个动作虽然停了下来 心胸中的怒火确实越来越盛 眼中更是弥漫起了好战的意味 砰砰 砰砰 砰砰砰 一声声战鼓雷动的声音越来越响 古典越来越急 原本还在混乱中的各派修士 此刻却是齐刷刷地转身 看向了前方的青秋湖族 怎么回事 城头上的青秋湖族长老门见此 神情皆是一变 可还不等他们想明白 各派修士已经嗷嗷叫着 杀向了青秋湖族的修士 原本以为是趁乱出来搅杀各派修士的青秋湖族顿时愣住了 这局势转化也太快了些 于是 又一场混乱厮杀 在城头下展开了 相比于青秋湖族众人的疑惑惊恶 各派修士们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一个个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怎会有这莫名战役 只觉得这一刻 不杀不快 陆化明等人羞为不弱 不容易受到鼓声鼓动 一开始也有些猛 不过看到沈洛在后方悠闲敲起鼓来 顿时明白肯定是他搞的鬼 他们细听了几声鼓响之后 顿时也觉得体内的血液 也随着鼓点跳动了起来 一股要寻人一战的念头也是直冲脑海 不过 他们很快稳住了心神 冷静下来 飞身朝着城头杀了上去 青秋湖族城头的长老们自然也没办法再坐壁上关了 只得下场与各派修士厮杀起来 一时间 青秋城外沙喊之声震天 轰鸣暴响不断 另一边 还在与黑黎长老交战的眼无尸 已经撤去石铁兽眼甲 换了一尊真仙后期层次的尸王眼甲在前交战 自己则手托着昆吾巨剑 从旁辅助 一人一眼甲联手之下 竟是将那黑黎长老鸭的抬不起头来 高空中 苏霄剑下面情况与自己预料的截然不同 心中有些懊悔 不禁暗自叹道 应该先对付沈洛纳斯的 老匹夫 还敢分心 这时 就听一声怒斥传来 紧接着 一阵呼啸之声大作 一感忧郁剑矢从远处迸射而至 瞬间刺穿虚空 来到了苏霄的眉心前 他的手掌上不知何时多出一只翡翠色玉甲手套 在剑矢射中他眉心的前一瞬 一把抓住了剑感 忧郁剑感摇曳不止 唯宇颤抖不息 似乎很不情愿被拦下 通就在这时 剑感突然爆裂 大量森然鬼气蔓延 直朝苏霄的眼睛中涌去 苏霄双眼立即一闭 眼皮上却传来火辣辣地烧灼感 那绿色鬼气中竟然蕴含有真心也惧怕的毒药 他下意识向后一退 心中却突然景声大作 莫名感到后方有人袭来 苏霄暴和一声 背后九根粗壮无比的绿色虎尾飞速长出 如孔雀开瓶一般散开 硬生生撑出一道屏障挡在了背后 在其身后 一条金色飞龙遨游而至 朝着九根巨尾上猛然撞去 空好似山越相撞一般的巨大声响传来 朱霄身躯受到巨力冲撞 背后更好似有一团螺旋窝流炸裂 阵阵强大的撕扯之力 尽好似要将其巨尾撕裂一般 不过 他毕竟是太乙之躯 九根巨尾上的光芒被撕裂开来 本体却是直接延长十倍 朝着身后猛然扫去 那金色飞龙被据为扫中 身上虚光碰然碎裂 竟是化作了一杆金龙缠身的绿色长枪 倒飞了回去 被迎面追来的江神天握在了手中 朱霄强忍着双眼的不适 转身看到这一幕 不禁惊讶到飞龙在天 你这狐妖 竟也认得这宝枪 江神天长枪一挺 似有龙银 哼 相传此金龙原本乃是普贤菩萨降妖宝器 后来经过锻炼之后才化作了一杆金枪 没想到竟然会落在你手上 可真是明珠蒙尘了 朱霄柔了柔眼睛 说道 其话因为落 背后忽然又有天地元气被搅乱 在一回头时 就见七杀正手握一杆黑色雕龙盘文长枪 朝着他突刺而来 此枪掌有两杖 略如月牙 风刺寒心 突刺而来时 角得虚空一阵扭曲 一股强大无比的压迫感随之迸发 笼罩住了苏霄 令他必无可避 晴天之逆 你们先抹两门还真是财大气粗 此等神器弟子人手一个 既然你们送上门来 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苏霄见状 不怒反笑 面对直刺而来的长枪 他冷哼一声 不退反进 朝着七杀迎了上去 只见双手同时向前探出 左右手上各自浮现出一只预夹手套 上面甲片如龙铃一般排布 游走着丝丝缕缕金色光痕 其身形一侧 避开行天之逆锋芒 双手指尖从枪间划过 一指腐过大半枪杆 预夹手套与枪身摩擦 迸发出一连串火花 第1684章极限 拿来吧 苏霄一声低喝 单手五指成爪 陡然握紧了枪杆 竟是要从七杀手中抢夺行天之逆 七杀见状 神情没有半分变化 其体内杀气迸发 枪杆上当极有红光浮现 一条条持许来长的盘龙虚影 从枪身上冲撞而出 硬生生将苏霄双手撑了开来 苏霄眉头一皱 刚松开些许的长枪已经荡了过来 重重打在了他的胸口 将他打得向后一个亮枪 而紧接着 在他背后 那杆飞龙在天野已经横扫了过来 左右将他夹击在了中央 苏霄眉头一挑 这才发现头顶上方金光喷涌 一座金色宝塔不知何时 已经朝着他镇压了过来 他着实没有料到 天宫弟子和魔王寨弟子 竟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 事实上 就连江神天和七杀自己也没料到 他们之间的合作竟会如此顺畅 饺子 你们是不是也太不把太已修饰当回事了吧 这时 苏霄脸上神情忽然一变 细血说道 话音落实 其周身忽然有翠绿光芒暴涨 一只巨大无比的翠绿狐狸 法相突然浮现而出 百丈之巨的身躯瞬间就将 江神天和七杀逼退了回去 绿色狐狸法相 仰天一声咆哮 口中喷涌出一道绿色光芒 如瀑布倒挂一般冲入上空 将在金色宝塔也直接打飞开来 巨狐脱身之后 举爪一挥 朝着江神天横扫过来 巨大的爪印带起树到绿色狂风 横扫入战场之中 不管是狐足修饰还是联军修饰 皆被击飞出去 江神天避开之后 看到这一幕 也是眉头紧簇 沈洛远远看到这一幕 眉头紧皱地停下了击鼓 不再激发联军修饰的战役 否则他们不知恐惧 会平天更多死伤 战鼓声停下之后 各派联军修饰们才从亢奋的状态下解脱 又马上陷入了恐惧 那绿色巨狐还在挥舞着利爪 不断攻击 风利爪印在山谷中留下一道道极深的勾壑 里面尽是各派修饰的残枝断壁 击杀飞入高空中 从仓穷上直坠而下 手中行天之逆迸发出血红光芒 数百条盘龙虚影相随 朝着那巨狐发像轰击而去 巨狐发像忽然抬起一爪 朝着上空迎击一拍 轰的一声爆鸣乍响 高空中绿色滑光炸裂 巨狐发像的手爪爆开 七杀也被打飞了出去 能攻破我的发像 也算很不错了 可惜修为上的差距 你们的天赋也弥补不了 朱霄冷笑道 抬起发像虎腿 朝着下方的各派修饰踩踏而下 我来试试 就在这时 一声朗笑忽然自刀空传来 朱霄下一时仰头望去 就见沈若不知何时 已经孤身悬在半空 他手中没有持剑 没有持棍 反而是握着一柄三尺长刀 此刀不是他物 正是与轩辕剑同出一炉的明红刀 沈若早已经将此刀彻底练化 此刻体内法力灌入长刀之中 一声云雀笑 明之声穿云响起 刀身上光芒如流水倾泻 刀芒瞬间暴涨百倍 苏霄长老 接招 沈若一声低喝 双手紧握着明红战刀挥舞而下 朝着苏霄长老当头斩下 刀芒划过之处 虚空层层断裂 浮现出一道道黑色裂系 可怕的空间波动从裂口处不断传出 发出阵阵古怪嗡名 苏霄立即就发现了这一刀的不同寻常之处 双手立即高高架起 身外的巨虎法像也快速修复了断壁 交叠着挡在了头顶上方 与此同时 在那法像之内 他的本体前方也无声浮现出一面漆黑的兽文元盾 一手双目吐露凶光 释放出浓郁的光芒 避护着身后的苏霄 刀光斩断虚空 重重落下 轰猛的暴鸣之声乍响 苏霄去胡法像两根巨爪手臂应声炸裂 翡翠色的刀光刀切豆腐一般穿过法像手臂 落在了那面黑色兽文元盾上 紧接着传来了第二声爆炸轰鸣 那面兽文元盾上好似传来一头狂吹怒吼之声 隐约有一头凶兽试图冲出盾面 但还未及露头就被斩作两半 元盾也随之炸裂 朱霄心中大害 怎么也没想到这柄长刀竟然如此锐不可当 匆忙间也只能运转一身法力 灌注在双手的御甲手套上 朝着刀光拍了上去 第三声爆裂轰鸣传来 七手上的御甲手套也没能撑太久 甲片便被悉数炸碎 翡翠刀芒从天他的左肩处纵灌而过 雪光迸现 他的半个肩膀都被刀芒切掉 而落向前方的刀光却没有散去 而是最终落在了城墙上 轰震天轰名字城头乍响 辣霸道之急 风瑞之急的一刀从城头斜落而下 城楼眼角崩毁 半边城墙陷落 他现出一道巨大的窝口 朱霄强压住左肩伤口里游走的霸道刀器 双眼目自欲裂 难以置信的看向沈落 当他发现沈落正年代笑意看着他 握刀的双手已经再次举了起来时 眼中终于流露出恐惧之色 眼前这家伙 的确有置他于死地的能力 朱霄心中警惕之意大作 眼中闪过一丝挣扎犹豫之色 还是选择避其锋芒 身形一转 朝着城内飞略而走了 城头上残余的青秋湖族修士剑 苏霄长老都避站而逃了 也都纷纷跟着飞身逃走 只是还不等他们追上来 苏霄身后一根巨大虎尾突然横扫而出 一股狂暴距离竟是生生将那些 想要追随他逃走的长老们 打飞了回去 城头下方的各派修士剑 城门已经被审落打他 苏霄已经逃走 那些青秋湖族长老们也是畏惧不已 失了战斗之心 顿时备受鼓舞 杀 杀光他们 不知是谁高呼一声 各派修士的联军就再次朝着青秋城冲了过去 城门内外 尚未得到指令撤退的青秋湖族修士门 此刻像是眉头苍蝇一样 进退失去 完全没有了反抗之力 被联军修士一冲 就彻底乱了套 瞬间便被砍杀无数 半空中 神洛想要阻止 才一张口 嘴角就有血迹渗了出来 朱霄要是再玩走一会儿 就会发现沈洛握刀的双手已经在不住颤抖了 这名红刀的确刀器非凡 强力催动之下 刀器难免外溢 有伤主之险 沈洛也是自恋化以来 第一次全力催动此刀作战 方才那一刀不仅差点抽空他全身法力 反式的刀器也在他的脏腑里来回冲撞 他收起鸣红刀 缓缓从半空中降落下来 聂采珠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劲 也已经赶到了他的身边 查看他的伤势 第1685章质问 无妨 沈洛一边安慰着聂采珠 一边取出丹药服下 坐在原地 闭目条西起来 另一边 也无时已经战胜了黑黎长老 后者非但没能就走有黎长老 反将自己也搭上了 将神天和七沙带人冲在前面 朝着青秋城内杀了进去 陆化明和白肖天则远远看了他们这边一眼 随即也跟着去了战斗的最前沿 然而才过了一会儿 一阵狂风呼啸之声忽然响起 沈洛慌忙睁开眼睛 结果就看到前方自青秋城内 刮起一股接天狂风 吹卷着无数沙尘乱石朝着城外席卷而来 狂风中乱叫之声不息 竟是联军修士们被飓风吹卷着 从城内抛了出来 一阵哗啦作响声中 一道道人影如同下饺子一样 从高空中掉落下来 各种姿势 各种情形地摔了一地 而紧接着 白霄天几人也被狂风从城内逼退了出来 沈洛稍一查看 就惊讶地发现 这些被扔出来的人中 除了多多少少受了点伤外 竟然没有一个重伤丢了性命的 他连忙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城内方向望去 只见一道雪白身影 匆匆从城内飞掠而出 其一头雪白长发披伞 头顶带着一顶造型别致的水晶王冠 面容美而不厌 气质雍容 正是青秋国主 沈洛朝其凝视而去 但见其眉头紧锁 眼中全然是惊诧和痛惜之色 各派修饰好一阵慌乱之后 才终于重新爬起身 站稳了脚跟 重新结阵之后 一个个默默看向青秋国主 青秋国主缓缓从高空降落而下 一人站在城门之外 面对着各派联军 其身后是满地的青秋湖族人的尸身 雪流成河 财渝的青秋湖族修饰 见国主终于露面 一时间却都缩缩在崩塌的城门内 没有人敢上前来 一名青秋湖族长老见状 本打算上前 却被身旁一人给拦了下来 哼 也不知先前做什么去了 堂堂太已经修饰 居然被一群小辈修饰下得不敢露面 他要是能早点来 我们的徒子徒孙就不用死伤那么多了 那名长老咬牙道 国主他 先前那人想要替国主辩解几句 一时间却语色了 哪怕是他 也想不通先前为何不见国主出面统帅 他与苏霄长老联手的话 也不至于造成那么多族人死伤 看着满地失手 他也迈不动不自 孤族之中 有此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看向自己的国主 眼中渐渐没了敬畏之色 所剩下的全都是怀疑 甚至是憎恶之色 青秋国主没有回头 他知道自己身后没有一人 也知道自己来得太晚了 只是他也没有办法 从昨日清晨起 他就被大长老有苏某主义议会知名哄骗前去密室 结果就被其不治下的法阵囚禁 直到方才 那厉害异常的法阵忽然松动 他才得以出逃 可等他赶到这里时 已经是眼下这种状况了 诸位 能否暂停兵戈 听我一言 青秋国主开口说道 他的语气平缓 没有慌乱 也没有太已修饰的威压 反而带着几分恳切 国主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好说的 陆化 明太息一声说道 他也知道 如今各派与青秋国已经结下血仇 已经不是说些什么辩解之语 就能够化解的了 别跟他们废话了 都是满嘴的谎言 杀尽青秋 图面糊足 队伍中有人喝道 杀杀杀 各派修饰喊得起劲 但对方毕竟是太已修饰 还极有可能是太已中期修饰 加之先前还显露了部分手段 倒是没有谁敢直接上去拼杀 陈小友 能否帮个忙 请大家听我说几句 青秋国主看向沈洛 问道 沈洛略意犹豫 还是开口说道 诸位 我本来就希望能与青秋国主对话 看看这长安胡乱究竟因何故而起 既然国主已经现身 功与不功也不在这一时 且听他一言 如何 众人中 有人想要开口驳斥 可以想到方才是沈洛一刀披走了苏霄 斩塌了半座城墙 就又将到了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见无人反驳 沈洛便冲陆化明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国主请说 陆化明看向青秋国主 开口说道 之前的长安胡乱 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恐怕当真是我青秋胡族之人所为 青秋国主第一句话 就让各派修士和青秋胡族人全都震惊了 他们原以为 青秋国主是要为胡族争辩的 却没想到他竟是直接承认了胡乱之事 既然如此 纳灭了你们青秋国 也不算冤枉了吧 陆化明眉头拧起 说道 青秋胡族固然有罪 但罪则不在全体国民 而在于一些居心叵测之辈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是青秋国的子民 是我的族人 我作为青秋国之主 难辞其咎 青秋国主神情黯然 开口说道 敢问青秋国主 你们胡族又为何派人千里迢迢赶往天机城 与叛逆谋和杀我天机城长老和弟子 这时 又有一声赤喝开口 说话间 眼无师已经走上前来 将延延一息的有黎长老和被禁不住的黑黎长老 扔在了脚边 青秋国主文言 再一看地上两人 眼中再次闪过金鱼之色 回声看向青秋城内 目光似乎要穿过层层建筑 指望向那位大长老有苏谋主 只是很快 他转回了头 脸上的神情已经归于平静 对于这些青秋湖族背地里做的事 他知道与不知道 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诸位 青秋湖族如今已然铸成大错 你们想要复仇的心 我能够理解 但还请诸位念在我青秋湖族 也曾为对抗魔神吃油立下汉马功劳 也曾与诸位结成同盟背水一战 不要将青秋湖族赶尽杀绝 青秋国主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悠悠回荡在山谷间 也穿到了白云上 仿佛不只是对着眼前的各派联军所说 同样是在对这些弟子背后的掌门和长老们说的 凭他一个太乙初期圆满 尚未修成中期的狐足修士 的确可以挡下这谷中各派弟子的进攻 甚至不惜拼命的话 能够让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永远留在这朝阳之谷 可是那又能如何 之后紧接着的 必定是真正将青秋国推到了天下的对立面 引来各派长老们更加猛烈的报复 给整个青秋湖族带来灭顶之灾 第1686章兵解谢罪 青秋国主说的轻巧 青秋国人皆是生灵 长安百姓和天基城弟子就不是生灵了 他们的性命又该谁来补偿 陆化明冷声贺问道 我既身为青秋国主 自当已死谢罪 青秋国主平静说道 神情没有丝毫异样 看起来就像是在讨论他人的生死一般 听到这个答案 众人皆是一愣 国主 有些事情不是一死就能解决的 况且是关整个青秋湖族命运 为何不见大长老友苏某主现身 神弱神情威名 有些不忍道 他的声音颇为响亮 在神魂之力的加持下 传遍了整个青秋城 先前在后方付费 责骂青秋国主的湖族们 此刻心中也同样生起这个疑问 身为大长老的友苏某主 为何迟迟不肯现身 国主都要以死谢罪了 或许先前没有及时出现 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 有人迟疑道 大长老先前一直否认 我们青秋湖族参与长安胡乱 说是各族寄予我青秋湖族宝物 故意借口发难 动员我们保家护国 国主则一直试图用对话解决纷争 现在我们都出来拼命了 怎么不见大长老 一名长老开口说道 对啊 有请大长老出来主持大局 另一名长老闻言 大声喝道 周围几个长老互相对视一眼 也纷纷开口喝道 有请大长老主持大局 有请大长老主持大局 这一下 城门内聚集的青秋湖族人们 纷纷开口高喝起来 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整个青秋城内 可惜 始终无人应答 也无人现身 城外的人等了许久 城内人也等了许久 最终全都失望了 大长老有苏某主 压根没有现身的意思 青秋国主似乎早有所料 面上泛起一丝苦涩笑容 目光落在了沈罗身上 沈道友 只怪我先前没能早点弄清楚事实 如今事情发展到这重地步 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大长老有意将我架在了这场大火上 他是不会出现了 我只求生死之后 你能阻止各派对青秋城的土路 可否 沈落时海中响起青秋国主的传音 心中泛起挣扎 国主 我可以尝试劝说他们 同意你父亲前往长安城请罪 从而再缓战事 如何 沈落传音回道 没用的 我前脚随你们前往长安 大长老后脚就会策划更多的袭击 让火势烧得更猛 只有我已死谢罪 才能平息各派怒火 也才能让他彻底掌权 等到青秋国落在他的手上 他才不会继续用青秋湖族人的性命 作为筹码去做博弈 青秋国主继续传音道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只为了逼你赴死 夺取大权 沈落继续问道 论权谋心机 我实在不如他 我看不清他的更多目的 但眼下我能为青秋湖族做的 只有坦然赴死了 青秋国主说完 脸上浮现出一抹落寞之色 这时 他的身后开始有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传来 却是青秋湖族之人 开始朝他这边赶了过来 各派联军羞势见状 顿时警觉起来 纷纷持起兵器 全神戒备 都别过来 青秋国主一声低贺 所有青秋湖族人 脚步顿时一将 国主 他们纷纷开口 低声叫道 青秋国主却没有转身看他们哪怕一眼 只是一挥手 隔开一层屏障 将他们全都挡在了城内 今日 我以青秋国主之身 自行兵解于事 希望诸位能够消解于我青秋湖族之间的仇怨 退出朝阳之谷 青秋国主身形高悦而起 悬在半空中 开口说道 各派修士文言 面面相去 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堂堂一国之主 一族之常 如今自行兵解 以死谢罪 他们哪里还有理由 继续进攻青秋国 况且 陆化明和白霄天本就不想做那图灭一族的事 此刻便都默认了下来 前辈 沈若心中仍有不忍 高声呼喊道 却见青秋国主脸上露出世人之色 冲他微笑着摇了摇头 有苏谋主 日后青秋湖族便交由你执掌 倘若你害得国之不存 种族灭绝 我忧魂离世也必定重返 与你不死不休 青秋国主一语说罢 头顶之上燃起三层雪白火焰 肉身上不见丝毫损伤 神魂却已经自焚消解 逐渐归于虚无 不要 母亲 不要啊 这时 一声嘶哑哭喊 从谷外方向传来 一道雪白身影从谷外极端而至 朝着半空中的青秋国主积略而去 各派修士见状一惊 纷纷准备出手阻拦 徒雪 督住手 沉落看清那女子容貌后 立即阻止了众人 众人闻声 这才没有动手 只见徒雪身影急速而至 从半空中接住了已经丧魂的青秋国主 一只手掌压向其头顶 掌心法力汇聚 试图将那三从燃魂之火熄灭 可他的手掌才刚触碰到那火焰 一股钻心剧痛便袭来 他如玉斑手掌当即被火焰烧伤 血肉白骨显露而出 可饶是如此 他也没有放弃 体内法力源源不断 往那火焰中压去 然而 一名泰已经修饰的冰解之火 又岂是一个真心修饰能够压制的 他满脸泪水 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秋国主头顶上的火焰 逐渐变得微弱起来 母亲 他哭得撕心裂肺 让人动容 怀中的母亲 眼中却流露出一丝欣慰 凭借着最后一点力气 抬起手试图擦拭掉女儿脸上的泪水 才刚触及就颓然滑落下来 金秋国主 自此兵解离世 金秋城内 那座大殿密室中 大长老 这 一众长老看着身前虚空中的一片光幕 正目睹了城外的一切 图山学也回来了 有苏某主没有理会 只是自顾沉吟道 我们是不是做的有些太过了 一名长老面露愧疚之色 忍不住说道 玉成大事 怎会没有牺牲 这不过是火焰照亮黑夜前 不得不添下去的柴河罢了 肩前族中死伤的血气 还不足引动历代狐灵 国主这一死 也算是帮忙了 有苏某主文言 这才开口说道 他这极其冷血的言语 让大殿陷入了沉寂 准备准备 该我们登场了 有苏某主并未在意其他人的反应 缓缓说道 第1687章赔偿 城外 屠山雪怀抱着青秋国主的尸身 缓缓降落 屠山雪落地的瞬间 青秋国主原本完好无损的移退 竟是开始一点点衰老朽化 逐渐化为沙尘 彻底融入了这片土地 只有手腕上戴着的储物灼 落在了屠山雪的手中 屠山雪看着母亲在自己眼前烟消云散 手握着那枚储物灼 呆呆立在原地 任由山谷中的风 一点点吹干脸上的泪痕 沈落直到这时才知道 屠雪就是青秋国主的女儿 是青秋国的正统 屠山一族 本名应该换作屠山雪 她心中纠结万分 想要上前安慰几句 一时间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突然遭遇如此变故 任谁都是无法接受的 而等大胆 竟敢逼死我青秋国主 就在这时 一个愤怒的声音忽然响起 七八道人影从城中掠出 落在了城头上 各个面露仇恨地俯视着下方的众人 沈落仰头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正中央的有苏某主 其手主银杖 一副掌控局势的模样 在他身侧 去而复返的苏霄也赫然在裂 他心中的怒火 疼得一下 就燃烧了起来 尽管还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他却已经在心底认定 有苏某主定然就是这一系列阴谋的始作俑者 他才是那个最该以死谢罪的人 只是有了先前青秋国主的嘱托 沈落也不愿意再起争端 强行压下了怒火 当他看到前方屠山雪被对着他们立在原地 微微耸动的肩膀 心中实在有些不忍 各派联军一时间 也都没了主意 现场静默一片 毕竟青秋国主都已经在他们面前兵解离世 他们也不好再继续进攻 陆化名成云良久之后 还是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如今青秋国主已经以死谢罪 长安胡乱一事便算有了了结 自此 大唐官府与青秋胡族在无联盟之约 亦无恩怨纠葛 望青秋胡族好自为之 再勿行无道之事 其他各派 本就是以长安胡乱的名义 来征讨青秋国的 此刻大唐官府都已经严明不再继续攻打青秋国 其他各派便也都犹豫起来 青秋国主以死谢罪不错 但也只能免去青秋胡族死罪 给长安城和各派带来的损失 一样不能少 联军中一位长老高声呼道 不错 青秋胡族必须承担各派的损失 必须赔偿 立即有人附和道 紧接着 这种要求青秋国赔偿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即便是陆化名也没办法压制 原本不少门派在长安胡乱中没什么损失 之所以跟着前来就是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思 想要从攻打青秋国上分一杯羹 眼下若是就这么撤兵回去 他们便是全无所获 自然不愿答应 眼看着山谷中叫嚣着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苏某主脸上却露出一抹浅笑 你们都想要赔偿 想要踏破我青秋城 好大肆搜刮一番 是吧 这才是你们大张旗鼓联合起来进犯我青秋国的原因吧 他忽然朗声喝道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呐喊 让整个山谷为之一阵 各派联军修士被震得心头不禁一颤 陷入悲痛中的屠山雪也随之被惊醒 他扭头看了一眼各派修士 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像是要将他们每个人的面孔都牢牢记下一般 当他的视线从沈罗身上划过时 也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便移开了 而后 他手握着母亲留下的储物镯 朝着青秋城内走去 城门口处的青秋湖族人见状 纷纷退后 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 原本还有些相熟的长老 想要开口安慰一句 却被屠山雪充满仇恨的眼神给逼退了回去 一时间全都晋升 不敢有半点言语 有苏某主看了一眼离去的屠山雪 又将视线投向山谷 而后 他的一番话顿时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想要的 青秋城内都有 想要的话 就来拿吧 青秋国主用性命换来的和平 他竟然根本就不在乎 大长老 你这是何意 下方人群中 有人不满道 我们不想再打了 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古族中反对之声频频响起 有苏某主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而是一手紧握法杖 一手摊开在身前 闭上了双眼 开始低声音送起来 那悠悠之声 有如恶魔低音 回荡在山谷里 哭 一阵略微有些兴气的微风 从青秋城的门洞内吹了出来 扫过了各派羞石身上 沉落眉头一皱 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刚想提醒陆化明时 就见整个朝阳之谷 地面上好似鬼火生腾一般 全都冒起了幽绿色的光芒 天穷之上也有阴云遮蔽 白昼在这一瞬间转为了黑夜 一股难以言喻的死气 开始在山谷间弥漫开来 紧接着令人色变的一幕出现了 伴随着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从四周响起 先前那些战死的狐族修士们 竟然开始摇摇晃晃的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他们有的尸体已经残缺 有的已经没了头颅 有的手里空空如也 有的则还握着冰刃 可此刻却全都仿佛复活了一般 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这事 众人见状不禁全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哼 装神弄鬼 联军中有胆子大的修士 直接走向一个无头狐狮 挥刀怒斩而下 长刀瞬间沿着尸身的脖颈斜披过去 却没能一刀将之斩断 而是卡在了尸身幼腹的肋骨处 那尸身虽然无头 手中长剑却精准地刺入了修士的心脏 一名道士装扮的修士走上前去 抬手一挥 一张火符燃烧而起 化作一片赤焰涌过 瞬间将十数据尸体吞没 然而 烈焰之中的尸身怎会感受到痛苦 他们本就是行尸所肉 任由火焰烧灼血肉 仍是一步一步逼近了过来 七杀剑壮 冷哼一声 手中行天之逆横扫而出 一道月牙丰润急斩而过 所过之处狐足死尸纷纷爆裂 化为了无数残快 第1688张万壶祭灭 联军众人见七杀之举 大为振奋 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只要全都打成鸡粉 看你还能如何作祟 然而 就在这时 那些被打成碎块的尸身里 开始冒出一道道绿光 一个个幽魂灵体从地下不断冒了出来 沉落目光一扫四周 眉头不禁紧皱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 不只是那些被打碎的尸身里有 恶鬼狐狸冒出来 四周地面各处竟然都有密密麻麻的鬼火生出 里面是数量多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幽魂 直到这时 在城门内尚未退去的湖族众人 才都纷纷面露惊骇之色 有人口中喊道 这是 万湖净灭阵 大长老 你这是造孽啊 听闻此言 在场湖族无不面露震惊之色 只是却没有更多人胆敢骂出口 七杀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神色也不禁微微一变 目光立即朝着天穷深处望去 只见浓云之内隐隐有绿光闪动 这时整个联军也只剩下了数百人 中围却已经有数千狐狸恶鬼朝着他们围了上来 有人心中惊惧 便于飞天顿走 只是七八人身形刚起 就听到下方有人喊道 快下来 不可遇空 只是这边话音未落 已经有两三人一头扎进了乌云中 浓云之内 顿时绿光闪动 里面也不知有什么东西 就听几声惨呼传来 接着便有一片雪雨飘落下来 这是万湖寂灭阵 纳斯调动了湖族历代亡顾尚未转世的狐灵死魂 九天之上亦有亡魂封锁 不能随意乱闯 七沙大声提醒到 环旋在半空 没有上冲入空的几人闻眼 连忙就想回落下来 然而 乌云之中忽然露出两只灯蒙大小的绿色眼眸 一只巨大无比的狐爪从中探出 带着悠悠绿燕一拍而过 就将三人打成了肉泥 众人仰天望去就见一只俗有百丈之趣的巨大狐狸 脸庞从乌云中探出 憋着嘴露出圣人笑意 其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竟然直逼太乙中期 发现这一点后 沈洛神情也不经变的凝重起来 吃吃 这时 朝阳之谷的骨口方向 忽然传来一阵巨雾脱地的摩擦声 沈洛寻声眺望过去 就看到两只高达百丈的人身狐手恶灵 身穿领体铠甲 一个手里拖着一柄巨大铜斧 一个手里拽着一柄巨大黄月 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无数身穿甲咒的狐足恶灵 就像是一只从远古战场上赶来的大军 带着蛮荒和死亡的气息 逼近过来 各派联军此刻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并非是这场战斗的主宰 先前叫嚣着赔偿的人 此刻也都只想着逃离 只可惜天穷被那太以狐灵封锁 地下又源源不断有狐足恶灵冒出 谁也不敢尝试遁地逃走 将神天见状 目光一寒 抬手一挥尖 灵龙宝塔再次浮现掌心 只见他单手一托 宝塔飞入半空中 塔身金光大作 一团团金色火焰从宝塔内飞射而出 打向那难以计数的狐灵大军 宝塔火焰落入狐灵大军中 顿时将百余恶灵吞没 赤裂火焰中传出阵阵鬼哭狼嚎之声 当即将那些恶灵烧的灰飞湮灭 不过是些弓魂也鬼罢了 有甚可怕 将神天冷哼一声 他这一出手 顿时给了众多修士信心 佛门普度 大慈咒 数十名画生四弟子来到前方 盘腿齐齐坐下 运转本门功法 开始吟诵起来 呸 超度亡灵 我们擅长 白霄天咧嘴一笑 说道 话音落触 数十名画生四弟子身上绽放出明亮佛光 口中吟诵之声化作一个个经文符字飞舞而出 在身前铭具出一座符文壁垒 朝着狐灵大军推了过去 符文壁垒所过之处 狐灵乐鬼纷纷退避 似乎并不愿意被超度 更有圣者纷纷挥动手臂 打出一团团绿色鬼火 抵抗符文壁垒 佛门普度 大悲咒 白霄天健壮 无奈摇头道 他的话音一落 话声似众人口中的吟诵之声顿时起了变化 那座经文壁气的金色壁垒忽然化作一个巨大的符文符字 绽放出耀眼光芒 金光照耀之处 仿佛日日映照鸡血 数百狐灵乐鬼纷纷消融 其他各派弟子健壮 顿时信心大涨 也都纷纷加入战斗 与狐灵乐鬼厮杀起来 一时间 山谷中再次传来阵阵轰鸣爆裂之声 沈落目光一直盯着城头上的有苏某主 却见他似乎并无亲自下场厮杀的意思 心中也觉得有些疑惑 这狐灵死魂也不知道积攒了多少年 若是一直被围在此处 一旦大家法力消耗完 那就必死无疑了 聂采珠有些担忧道 不错 得想办法带大家出去才行 陆化明也开口说道 沈落想了想 开口说道 咱们中法力高强者在前方开路 往山谷外打出去 其余各派修士紧随其后 精通火法和雷法的修士庇护在两旁 大唐官府修士预见保护他们 另外 沈落说了一半 停了下来 看向眼无师 我们天机成弟子操控眼甲断后 眼无师立即会议 开口说道 好 我和你们一起断后 沈落露出些许笑意 点头道 那我和七杀道友就在前面开路好了 江神天也随即说道 七杀没有说话 只是默然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众人议定之后 陆化明便去发号施令 各派弟子见有人出来挑大梁 自然全都愿意听从调度 于是 还在攻击的各派修士纷纷退了回来 周围狐林恶鬼则潮水搬压了上来 数十名普陀山弟子立即来到阵前 口中其呼垫沧海 蓝色流光如水目倾泻 将周遭狐林淹没 寒气汹涌而过 将之纷纷冻结在了原地 大唐官府弟子常见出鞘 化作一阵剑雨垂落 将冻结的狐林斩成鸡粉 其他修士这才有了喘息之机 各派中只有玄火派和上阳门主修火系述法 其他各派都是兼修火系述法 至于雷系却是一个都没有 只有一个轻浮派的 有些雷系俘禄而已 于是 陆化明将他们安排在队伍两侧 由大唐官府弟子和魔王寨弟子保护 中央则是化生寺和普陀山弟子 他们以佛门手段形成庇护法阵 将所有人笼罩在了其中 为一会儿 众人就在山谷中形成了一支行儒缩船的阵型 第1689章太乙狐林 将神天和七杀各自手持一杆长枪 来到缩船阵最前方 化生寺弟子在中央口诵庇护法咒 一层金光荡漾而开 如一口巨大金钟笼罩 上面散发出阵阵佛光 两边是擅长火系竖法和使用雷系俘禄的各派修士 在最后面断后的则是 沈洛和眼无师带领的天机城弟子们 沈洛看了一眼已经弃绝身亡的有黎长老 又看向还被牢牢禁锢的黑黎长老 他们两个怎么办 死了的就算了 活着的还有些用处 眼无师淡然说道 说话间 他抬手一挥 一个两张来刀的人形眼甲出现在了身前 眼无师翻手取出一张奇特符录 贴在了黑黎长老的身上 而后将之一把拎起 随着他法力催动 那人形眼甲腹部打开了一个黑色空间 里面亮起一道道蓝色符文 眼无师面无表情地将黑黎扔了进去 黑色空间旋即关闭 只听一声闷哼从那眼甲腹部传来 紧接着便是一阵痛苦的声音之声响起 黑黎长老的法力在浮露的作用下 开始不断地被抽取进入眼甲体内 使得眼甲周身符文亮起 浑身散发出强烈的法力波动 眼无师随手一挥 那具眼甲就先一步脱离了众人 朝着追上来的狐狸恶鬼迎了上去 其双手紧握的两柄长刀呼地腾起火焰 大踏步迈入狐狸恶鬼的重重包围 龟刀肆意劈砍起来 大片狐狸被火刀砍中 化作了无数绿色光点 飘向虚空 这具眼甲的主动攻击 就像是一根刀火索 点燃了狐狸大军的进攻热情 无数绿色死灵从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涌了过来 全火派和上阳门修饰见状 顿绝头皮发麻 开始纷纷施展树法 一团团赤裂火焰不断从半空落下 砸向四周的狐狸恶鬼 克制的效果十分明显 很快就将一片又一片的狐狸恶鬼打散 金服派的修饰也不敢偷懒 纷纷将手中的灵符祭出 换来一道道雷电 劈打向那些狐狸恶鬼 整支队伍开始朝着谷口方向移动而去 沈落远远望去 看见城头上的青秋狐族修饰并没有下来参战的意思 便知道这些恶鬼狐狸很有可能是被强行拘禁而来 他们的攻击大约是无差别的 只要那些太乙级别的修饰不出手 他们想要活着离开 就会容易很多 他心中正想着时 后方地面上突然一阵鼓荡 地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前行而来 所过之处地面隆起一道高高鼓包 将不少狐狸恶鬼都冲散开来 沈落来不及细查 当即单手虚空一握 明红战刀再次浮现 他单臂举刀 体内法力灌入 刀身发出一声轻笑 朝着那不断鼓起的地面纵批而下 苍狼一声清脆刀鸣响过 一道百丈来长的刀光卷动着天地元气落入地面 整个山谷轰然巨震 激荡起滚滚烟尘 刀封落下处 一道宽达树杖 身却不见底地勾吓自山谷中年伸开来 一直崩裂到了青丘城下 才停了下来 好刀 城头上 苏肖长老忍不住赞叹道 等杀了他们 这把刀就是你的了 有苏某主淡然道 多谢大长老 苏肖立即谢道 大长老 真要将他们都杀了的话 各大门派必定暴走 我们 令你长老有些担忧道 怕什么 我自有安排 有苏某主轻面一笑 说道 沈落一刀斩过之后 虽然没有像先前那刀一样全力催动 但恢复的法力也仍是消耗了不少 他收刀宁神望向后方 孤剑翻涌的地面突然炸裂 一道巨大的火红影子从地下一跃而出 庞大的身躯在天空中扑展开来 竟足有百丈之巨 那时一头气息已经达到太乙级别的狐龄 九根巨尾在身后招摇 如同一丛丛吃红烈焰 然而其双眼中却是闪着幽绿火光 分明不是火雾 而在其胸口处 明显裂开着一条长长的伤痕 里面能够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光芒 似乎是正是沈落先前那一刀砍中所致 火红巨狐巨尾一扫 一股狂风顿时裹着赤焰 朝着连军扑了过来 天机成弟子见状 纷纷催动各自眼甲升空抵挡 其中一头形如圆归的巨大眼甲 浑身荡漾起水蓝光芒 张口一喷之下 就有一股滔天水浪汹涌而出 迎向那片火海 吹火相机之下 升腾起大片白色雾气 水浪很快被火焰蒸发干净 圆归随即被火焰吞没 瞬间爆炸开来 但紧随其后 一头插翅猛弧眼甲飞了上去 双翅挥动 夜下便有两道狂风吹卷而出 终于将威势已弱的火焰吹散开来 可还不等众人高兴 那火壶的身影已经从后方追了上来 巨大的壶爪扯住那插翅猛虎 只是一个拉扯 就将其撕成了两截 神弱剑状 只得台币摇摇一指 十一柄纯阳飞剑迸发而出 化作无数道金翅两色剑光射像巨大火壶 然而 这火壶虽是狐灵之躯 却坚韧异常 剑光落在其身上 简直如同蚊虫叮咬一般 根本无法破开他的防御 就连十一柄纯阳飞剑本体近身 也只能斩掉些许火焰 无法破开他的本体 神弱想要再次动用明红刀 无奈法力消耗实在太多 眼下就算勉强催动 也未必能够爆发足够的伤害 不过 看着火壶胸口处始终未能愈合的伤口 神弱眼眸一亮 顿时有了主意 整个队伍因为安排得当 对于狐灵大军的攻击 抵挡的还算严密 整体移动的速度也不算慢 已经来到了朝阳之谷中部 只是玄火派和上阳门修士的法力消耗也都十分严重 轻浮派的雷霆服录也已经消耗殆尽 而从谷口方向赶来的狐灵大军也即将与他们迎头撞上 将神天和七杀看到前方 那两只高打百仗的人身狐手握灵已经快要逼近 两人对视一眼后同时飞掠而出 杀向了他们 尚未靠近之时 江神天就已经抬手抛出玲珑宝塔 令其掌至百丈来高 朝着那手持青铜巨斧的狐灵砸落下去 七杀也是十分默契地祭出了那方魔印 砸向了另一个手持黄铜巨月的狐灵 两人同样使用法天相地神通 身形长高百丈 杀向了各自对手 第1690章不能再杀了 没有了江神天和七杀两人在前面开路 各派修士便要直面从前方冲杀而来的狐灵大军 压力瞬间就变得大了起来 就在那些火系修士和轻浮派修士已经快要抵挡不住时 一阵苍狼之声接连作响 大唐官府弟子纷纷遇见而出 见光分影 一化石 石化百 百化千 一道道流光剑影急射而出 所过之处 近接洞穿狐灵恶鬼的头颅 精准无比 众人纷纷望去 发现原世路化名领衔众多弟子结成见证 以他的意念主导 才有这般威能 乍世间 就有数百进千狐灵恶鬼被灭杀 化作无数绿色光点升空飘起 剑阵虽然凌厉 但消耗同样不小 一阵过后又是一阵 几番下来 大唐官府弟子也都消耗过甚 速度随之慢了下来 但那狐灵恶鬼大军却像是完全没有尽头一般 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朝他们涌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阵悦耳的吟诵之声不断响起 众多普陀山弟子运转普渡众生神通 身上同时散发出柔和光泽 朝着周围运染而去 沐浴在这光芒中的各派修饰 顿时觉得体内血气大盛 先前交战施法的疲倦感一扫而空 精力也纷纷恢复到旺盛状态 我佛慈悲 一阵佛语吟颂声也从化生似众弟子口中传出 柔和的金色佛光蔓延开来 顿时让众人觉得自身翘穴大开 周遭天地元气加速朝着体内流转 法力也恢复了许多 众人备受鼓舞 斗志也随之重新昂扬起来 到了此时 那些中小门派弟子长老们 才终于发觉了自己和大唐官府 化生似这些异等宗门之间的差距 后方 沈洛也发现自己法力恢复加快 心中烧鞍 再次迎向了那火狐恶灵 他手握一柄纯阳飞剑 踢进于火狐恶灵交战 另外十柄纯阳飞剑在半空中结阵布置 剑成金光剑阵之势 这时 沈洛脚下追云竹垫削上电光平闪 身形突然加速 瞬间来到火狐头顶 一剑朝着他的头颅展落下来 火狐下意识仰头而起 抬起一臂朝着沈洛阁挡而去 就是现在 沈洛看到他敞开的胸怀中 露出那道伤痕 顿时大喜 他须晃一剑后 身形暴退 金光剑阵大方光芒 朝着火狐胸口伤痕落去 可这时 那看似并无多少灵智的火狐恶灵 竟是凭借战斗本能 九根狐尾前刺而出 如花瓣和龙一般 硬生生挡住了金光剑阵 与此同时 火狐一只去找仍不忘朝沈洛重重拍了上来 沈洛虚空踏步 身形及其灵巧地躲过火狐举爪 朝着火狐胸口直冲而至 火狐恶灵剑状 只能分出一根虎尾 打向了沈洛 可不知为何 沈洛却是丝毫不做闪避 笔直冲了上去 眼看即将撞上虎尾的瞬间 一道身影却突然从旁闪至 替沈洛挡住了那壁中的一击 被啪的一声打飞了出去 沈洛则是趁着这一空挡 钻入火狐胸前 手中纯阳飞剑静直插入了明红刀斩出的那道伤口中 尾柄而入 飞剑进入火狐体内 纯阳剑气瞬间爆发 朱雀剑灵展翅而出 化作火焰巨鸟 毫不吝啬地释放着朱雀神火 肆意从内部烧着火狐恶灵 火狐恶灵外表虽强 内在却是以幽冥鬼火为主 自然经不起纯阳飞剑折腾 一身力量开始快速流逝 九条狐围也渐渐失去了力量 另外石柄纯阳飞剑也趁虚而入 穿入了火狐体内 下时间 金屋朱雀其名 纯阳剑光交错 火狐恶灵中式难以抵挡 被彻底斩杀 巨大的灵体崩溃 除了被纯阳飞剑彻底烧着 骁龙的鬼火之外 其余的火光也化作 星星点点光芒飘向了天穷深处 沈若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见黑压压的云层里绿光闪动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起来 此时也顾不得太多 他看了一眼远处的石壁下方 偏见那具方才替他挡下一击的眼甲 已经被拍得吸烂了 其腹部破烂的地方 露出黑厘长老伤痕累累的身躯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生死不知 沈若追上不断逃亡的各派修士 这才发现众人已经临近了朝阳之谷的出口 眼兄 方才配合不错 沈若笑着说道 沈兄你是真敢冒险 方才我要是来不及召回那具眼甲 你现在可救选了 眼无师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看来有苏某主那些长老们不会亲自出手 现在后边的危险不大了 有劳你和诸位师兄弟照应 我去前边帮忙 沈若黑黑一笑 抱拳道 劳碌命 辛苦了 眼无师也随即抱拳道 沈若身形一掠 来到队伍最前方 正看到玲瓏宝塔上光芒大作 将那手执巨斧的狐灵阵压在了下方 将神天意干长枪贯穿了狐灵巨大的头颅 那狐灵身形崩溃 化作无数绿色光点 飘向了天空 众人见状 也都纷纷为他欢呼鼓舞 另一边 七杀的战斗也已经快要收尾 行天之逆散发的杀气十分强大 将那手持黄月的狐灵打得节节败退 眼看已经要到朝阳之谷的谷口了 这两人的胜利 给了各派修饰极大的鼓舞 众人此刻已经都不再顾惜法力的消耗了 面对依旧多如潮水般的狐灵恶鬼 却没有了畏惧之心 他们疯狂地攻击狐灵大军 将之大片大片的灭纱 向着最后的关口直冲而去 这时 沈洛却渐渐觉察出不对劲了 头顶上方的乌云变得越来越低 当中弥漫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 他的目光望向那些不断向上飘去的绿色光点 幽冥鬼眼瞬间发动 朝着云层深处打亮而去 可就在他看向天穷的同时 乌云之中两道巨大的绿色光芒也突然投射而下 如同两道化作实质的目光 看向了整个联军 不好 不能再杀了 沈洛顺间醒悟过来 可惜 他的高声呼喊 没能停止众多修士们的动作 最前方的七杀 也已经完成了漂亮的一击 将那巨大狐灵斩杀 随着大量的绿色光点飘向高空 进入了浓厚的云层中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开始笼罩大地